台北市政府的立場非常的明確 就是不刁難也不放水 替柯市府說句話 柯文哲開大巨蛋記者會 引言人就是現在市府自媒體總監 陳志翰 傳出他受到柯文哲重用 即將升任市府發言人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者 千萬不要亂跑哦 跟民眾黨極力委合體拍片宣傳 陳志翰今年三月 才被柯文哲網絡禁市府 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他的媒體經驗 口條流利 但入府短短四個月 引發的話題也不少 金華城火警 柯文哲隔岸關火照片哀哄 臉書祝福高雄同志大遊行順利 但被打臉高雄根本沒有遊行 雙雙鬧出笑話 出理的人都是陳志翰 很討厭的 可皮博恩同臺被指稱 價碼八十九萬引發爭議 陳志翰臉書發文替他辯護 他進入市府後 主張柯文哲臉書宣傳 創立臺北大聲工臉書 粉絲專業讓發言人有發聲管道 面對柯文哲失言 也會第一時間幫忙滅火 相較現任的發言人 外交官出身的周台族 強勢許多 也傳出就是這形象 格外讓柯文哲印象深刻 再換個一百個發言人都沒有意義啦 就是市長自己不要一直吐賊 就不用捍衛北市府的形象啦 北市政府現在變成是一個選舉的一個培訓 訓練班 要當正式的發言人也應該是由學姐來擔任 我會認為說其實柯市長有點洗心研究啦 過去學姐黃靖營擔任副發言人 如今不是由他升任 而是空降陳志翰 柯文哲再打美女牌 被解讀是放眼二零二二跟二零二四 需要戰將助攻 靠美女前主播升任發言人重申量